院長你昨天有提到關於選舉 黨的領導人不應該對於黨的制度有所批評 這個你要不要再提一下 這個基本上我是認為像我們主席表明說 在初選中中立 那也不推薦 我想這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黨的領導人 第一個制度大家都有參與 第二個都是協調者 都是公親 公親並屬住 公親就變成當事人這個多少就很難協調 會激化這個衝突 議長具體問一下說 因為市長那個陳菊本身他就是協調者 他有在欠退 那這個情況他又對於所謂縣任議員不適合 當那個立委這樣子的情形 你覺得他是不是有點超過那條線 其實這個媒體都說是派系 其實我在想像陳信儀 他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想沒有人能夠舉出一件說 他沒有配偶是政府的 他也為了陳吉市長 為了阿扁的就義 被趕出議會 甚至要被移送法辦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派系 那當然去推新人也好 但是出選一下子就過去 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就好像機關槍在對付一隻小貓一樣 這個也有時候就會有反笑過 那只見新人校為見救人哭也不對 他其實他也是講起來也是很配合市政府 所以我們這個自治有不同的人 我認為讓他很自然過去 像宜蘭 像我們現在台東也都協調差不多完整 這個很快就過去 出選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公親並屬住 就會更複雜 那我個人是沒有關係 其實對我個人有很大的誤會 其實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當市長兩屆 大部分的暑假 差不多一半 暑假還在 那這一半現在都是陳菊市長的暑假 這個就沒有分 這個政府是一貫的 那跟市長的部署有分嗎 我都不會去做這個聯想 但是就是說 不必因為其他的任何原因去遷怒 或是打壓這個陳馨宜 我認為這個對他也不公平 因為我到現在 也沒有去助選 也沒有去錄音 也沒有去跟他捐一毛錢 捐錢 助選 站台 我都沒有 我就是保持我自己的角色 我也受到很多的抱怨 譬如說我沒有心裡沒有情 我也是很無奈 我想我們要承擔責任 我們都有一些無奈 好吧 我不是在原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